你知道将全日本的电力集中一点发射是走什么场景吗 这次的敌人是攻守兼备 外形为正八面体的第五使徒雷天使 能用LT力场防御一切物理攻击 并用加速粒子炮进行远距离反击 真四刚驾驶出号机抵达地面 就被迎面射来的粒子炮洞穿胸膛 驾驶舱内的真四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昏死过去 幸好梅里及时下令撤退回收 出号机的机能中枢并未受损 真四也脱离生命危险在ICU里接受治疗 层房壁直直那组 虽然使徒的钻头又大又粗 但侵入的速度较慢 给了Never十小时的喘息时间 面对攻防一体无法近身的空中要塞 梅里提议进行目标射程外的超远距离射击 无视使徒的T力场 利用高能数流进行一点突破 根据超级电脑Market的计算 本次作战的成功率高达8.7% 定元堂批准了它的方案 但想要贯穿T力场至少需要 一亿八千万千瓦的能量 这么大的电力要从哪里获取 刚从ICU的病房里出来 现在又要披挂上阵 并且只能一发命中 身心的双重压力让真似失去信心 可林波利却坚定地说 激进凌晨 随着电力供应系统的转移 霓虹的城市逐渐变得暗淡 大地跟着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作战开始 全日本的电力通过一节节大型的充电器 被传送到了二子山的临时变电所 冷却系统提高最大功率 所有加速器开始运转 强制聚光器启动 解除最终安全装置后 真似拉动机枪 所有能量沿着线路汇集到了洋电子炮中 可就在发射的前几秒 使徒也仿佛感受到了威胁同时聚光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真似扣下了手中的扳机 两束高能量粒子炮擦肩而过 竟将周围的空间扭曲 然后双双偏离目标轰向地面 此时使徒的钻头已经侵入地下都市 初号机一发不中只得继续装填能量 可使徒却立刻反击 巨型光束再次袭来 电光火时间 零玻璃驾驶的初号机 拿着盾牌挡在初号机身前 在高热量的粒子炮下盾牌逐渐溶解 而洋粒子炮装填的十秒钟 仿佛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这一次 洋电子炮贯穿了使徒的躯体 结束了他的生命 深入地下的钻头也随即停止 人类再一次获得了胜利